F1的赛车 我要说用F1的赛车来讲 数据团队做的事情可能是去研究风阻 研究流线等等这些比较偏科学的部分 那我的部分可能是在打造引擎 研究车体的制造 怎么把车体有效率的拼装起来 那均果的部分是负责找人来开这台车 怎么样有效的去加油维修 在10秒内就搞定这一切 那怎么样可以把它放在车场里面去赢一场比赛 我在想VPON10周年的时候 就也会想说那VPON20周年30周年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对就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时候 VPON的在越变越大的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保持很多的有趣 就是很有温度啊然后很温暖 勇于尝试吧VPON是一间蛮敢勇于尝试很多方向的 那有尝试当然有有失败跟成功 但是每次尝试里面整间公司整个组织 都会从里面学到一些事情 好 老板老板很难搞 这不然一定要接进去 我觉得对老板一个最有效的说服的方式是用数据 第一把数据准备好 然后把我们的想法跟备用方案准备好 然后刚才讲了以后 其实就会相对容易沟通 但是有时候当我们的东西准备了不足的时候 那他就会很难搞 男生吧 一半一半吧 放假很多 对 章鱼 八只脚 很多事情 最喜欢的休闲人 看小说 看电影 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牛排 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黑小排 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住一段时间 再回来工作